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A18J电子战飞机呢 实际上这款飞机对于美军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实际上EA18J电子战飞机还曾经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成绩 那就是唯一一款曾经击败过F22的四代机 为了表彰这次非同寻常的击落 美军还在这架立功的咆哮者机身上跟涂了F22的击落标志 众所周知F22猛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五代机 虽然F35的年代更新 技术看起来也更加先进 但是双发重型F22战斗机依旧有着机动性和火力的绝对优势 因此一直是美军的头号五代机 在历次美军的实战演习中都表现得非常强烈 曾经创造过以一对十的悬殊战机 但是F22却在一次军演中输给了EA-18G电子战飞机 使得外界大抵眼镜 据悉 这次军演发生在2009年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从此之后EA-18G在美军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被誉为唯一能够击落F22的战斗机 据美军飞行员透露 在美军红旗军演中 F22在充当假扫敌时 遭到了EA-18G的偷袭 当时这架电子战飞机利用其ANALQ-99干扰吊舱 屏蔽了F22的雷达系统 从而隐蔽进行接近 发射了A2M120中具空对空导弹 一举将F22战斗机击落 虽然美军在随后的复盘中表示 此次空战模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F22的飞行员也有一些轻敌 但是EA-18G依旧驿站成名 并引起了美军的高度重视 美军方专家认为 配备了高性能电子战系统的四代机 在空战中是有很大机会击落领先一代的五代机的 这是专家介绍 实际上中国空军也有一款类似的电子战飞机 那就是歼15电战机 这也是除了EA-18G之外 全球唯一一款舰载电子战战斗机 未来将配备辽宁舰和其他国产航母 该机配备了类似的电子战吊舱 能够大幅度地压制敌方舰艇和飞机的雷达和通信等电子系统 从而为本方战机的进攻和防御提供安全保护 这一能力甚至比歼20更加先进 除此之外 歼15电子战飞机自身还能够携带多枚格斗导弹和中远程空对空导弹 对敌方战机发动空中打击 可谓是一款能攻能守的全能性战机